大家好,我是外比达叔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样一个草坪 然后呢,背后有一棵树 我们就准备用树和娟娟的这一套 比较文艺的,比较残艺的这样一个风格 来进行匹配,来进行拍摄 那拍摄的话,我先来教大家找几个角度啊 我们来看下面的画面 现在呢,我就把这个手机开到了我们的人像模式 然后呢,我准备用这个树来构图 树呢,放在黄金分割位 人物也可以站在这,黄金分割位 OK,再往上走 对,朝左前方走一点点啊 好,停,可以了,可以了,对 好的,好的,非常乖啊 就看着我们就行 好的,你转个身,开始走路的样子也可以 开始走路的样子也可以 它的状态,走吧,继续走 对,好,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现在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背景里面除了树之外 还多了几个元素 比如说这个蓝色的这个围栏 以及右边的这一层植物,对吧 右边的这层植物 它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答案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变换我们的角度 来找到一个最佳的这个拍摄啊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娟娟就在那儿啊 我会让你说怎么走的 你看随着我们的这个手机的移动 当我们到这个位置以后 我们这个背景里面就避开了这个蓝色 然后呢,后面也镂空了 这样子过来我们不要拍到这条路 这样子呈现给观众的就是在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山坡上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来开始把我们的这个三脚架稳起来 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斜坡 这个三脚架的话不太好稳定 所以我决定把它这样来处理 插到这个草地里面 我们就可以稳定了啊 当我们稳定了以后 我们来重新来进行构图 这个时候我们要调整它的抚养角度 避开那个围栏 避开那个栏杆 对吧 好的 当我们完成了大致的这样一个取景以后的话 你看我把这棵树放在了黄金分割线上 妹子也在这个黄金分割线上 但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人物特别小 那么我们就可以拍一个互动的感觉 就是人物和这个背景在互动 我们这个互动准备这样设计吧 就是妹子从山坡上往山上走 你可以下去以后往上走 走的时候不经意的看我们一眼 下坡的时候因为人的肢体不是特别的美 好了好了 所以我们拍它上坡的时候 就走到你刚才的位置啊 走到刚才的位置的时候 我为了不要去碰到我的这个手机 所以我准备进行抓拍 来吧 走起来 开心一点 对 我们旅行也旅行的非常开心 对对对对 对很好 你看 它刚好走到我们构图线的时候 我们就拍了好几张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人很小的这种画面的拍摄 但是我想人大一点呢 这个时候我在不动构图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让妹子走过来 那刚才它这个距离呢 大概有六米那么远啊 现在我们走到大概一米五的距离 好 小心 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像模式的作用 就有显现出来了 但是呢 他现在人物在画面中央 我们先拍一张嘛 稍微转向我一点点 给我个微笑就行 对对 好 好 这个时候人物因为太过于在中央 所以我让他往前面走一丢丢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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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我基本上啊 是一个我想要的构图的效果 但是呢 我觉得人物的这个腿的线条拍的太短了 所以我决定把手机降低一点 这样子就能多拍到一点腿部的线条 降到多低合适呢 我们来做一个反面啊 降到这么低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时候我的头就和树叶重叠了 来 圈圈看着我 对对对 对很好 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这个的话 就导致这个区域看起来太乱 所以我还是决定把它伸起来一丢丢 好 当我伸到这样一个高度 它的头刚刚和这个背景镂空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可以调整抚养来确定它的身高了 对吧 再伸一点 踩住这个 好 这样子它就完全镂空了 这样子非常的美 刚好又不要拍到脚就完美了 对了对了 我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构图 刚才那样子好看的 对对对对对 稍微转回来一丢丢脸 对对看面前收回来看面前的时候很好看 很好很好 好 手再扶一扶帽子之类的 右手对对对很好 很好的很好的 转过来一点呢照给我们镜头一点 因为 为什么我老是让它转过来呢 因为你看 这个时候它转过来的时候会识别到人脸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背景虚化 对 看我们镜头呢 对很好 好 你看着真情一方 我让你丢失这个人脸 你看 这样子我们就没有背景虚化了 这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构图 包括我们的大场景和小场景 而现在人物和我们省心的距离呢 大概就是一米五的距离 我是外比大叔 你学会了我们的这个取景机场吧 我们下集再见